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我在咖啡園墳場 其實是一個荒廢的墳場 為什麼叫咖啡園呢? 其實之前有一位人士 巴西回國的華僑 帶了很多咖啡豆來這裡種 但是最後都種不到 整個山頭本身是種咖啡的 但是最後都沒有什麼收成 那個山頭叫咖啡山 然後就 漸漸就荒廢的山頭變了墳場 最後呢 1961年的時候就沒有人再安放在這裡 其實 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墳墓 現在都是爛了 感覺是完全 好像沒什麼人打理 那樣的 照這條路下去 那就是 可以看到很多的墳 就是我的右手邊位置 大家的右手邊位置 其實這裡都有撞過 那些馬場大火的死者 有很多的墳墳 反而這一個就保存得好些 因為有很多 不是很多 有幾個的墳墓 我看到都是1980幾 1970幾 年再是 重修過的 那大家可以看看 這裡 全部都爛了 全部都爛了 爛了 那其實最有趣 就是這個 我不知道是風水陣 還是墳墓 那樣 就好像有顆子彈 放在這裡 那樣 全部就 沒有 黑過任何的紙 那 鏡頭一串 慢慢 那 其實全部都粉碎了的 石碑在這裡 那 我不知道當時來講是土壯 還是火壯 那 就 爛了的墳墓 尤其是這個 都 比較嚴重的山西樹 在這裡 真的不清楚 會不會 下面還埋下了白骨 這個會好些 那 鏡頭再攀一攀下去 那 這些位置 其實我可能踩著別人的墳頭 其實真的 不知道是老 還是墳頭 這個就好一點點 在這麼多個來講 這些都算是保存得好的 其實 我發覺這個山頭 有很多的 老 都是 可以 就是 埋沒了 就是要人自己 可能爆臨才去到的 那 就無故在下面又看到些 這塊磚 有些東西黑了 可以看看 眼見都 不知道是什麼 來的 放一放下去 看看 可能是一些磁磚的 生產片頭 那樣 是 這裡全部都是 爛了 的 好 我們繼續下去看看 這個是一個 有些荒廢的墳場 那 這裡其實可能一些 墓碑 衝了下來 那樣 其實這個位置 應該還可以進去 但是 山本了些樹 你看看 樹也很高 所以 正面都 沒什麼人來 後面也是有很多的墳頭 嘩 這裡也是 嘩,很大條蛇 這裡 剛才有一條很大的蛇 走過 拍不開 這裡 都是一些 荒廢了的 墳 那 反而 這一區 保留得好少少 這些 應該有後人打理過的 嘩 這裡 這個是 算是 於是 好 下 一下 就是 這裏寫光了 1984年的重修 有個骨灰硬的東西衝了下來 其實在很多新界的村落還可以看到這些骨灰硬的位置 這個也是一個漂亮的墳墳 那邊還有一個地方去的,但是 不知道是沒有路,等下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上去對面的地方 因為剛才我下來的時候,都不見有分岔路口 這裡就... 爛了,粉水 墳頭也長出這麼大的河樹 這裏會不會...不知道有沒有路去 下到這一邊 那就全面都有些樓梯 這樣咯,有些網封住,看看過不過得去 有些紅絲帶 那可能真的... 可以到達了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這裏會被鐵絲網封住 嘩,這裏有個洞 我過去看看 因為這一區我都沒有來過 這個地方 那就是類似一些... 清茶座的鳥屋 這樣嗎? 有點大雪波羅 cm 這個是一些鳥屋的... 物體來的 那就是有清茶座的 再上去,我也不知道在這裏是甚麼地方 感覺是有些荒廢的東西在這裏 但又不是銀牆那邊 嘩,對面就是剛才走過的地方 嘩,這裏真是... 甚麼都沒有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聽過鏡頭看 很肯定這裏並不是咖啡圓品牆一部份 過了那條河,或者是溪間的 之後就不是了 上面好像... 到了馬路天路 這些爛小的樓梯 嘩,全開了 還有得上 但是不知道會變 好啦,那... 咖啡圓品牆,這部份就完結 好啦,多謝大家收看 好啦,大家好 剛才打算過來,回來拍幾張照片 剛才在骨灰坑那裏 其實走近一點一看 剛才我以為是枝樹幹 所以就說並不是骨頭 走近一點一看 是... 是一些... 人骨來的 人骨來的 裡面,大家看看有沒有看到 走近一點 看看一看 是一些人骨來的 那就... 證實了這個是一個... 呃... 骨灰坑 並不是一個花盆 那...還有一些骨灰在裏 那... 不是骨灰 是... 大家看看 來了 有骨在裏 那就... 這裡有很多蚊 對... 那... 讓大家再看看 對... 這邊... 人骨 第一次見啦 我自己也... 啊... 那... 那... 我... 沒有一個蓋子 如果有一個蓋子,我幫他蓋回去吧 但是... 眼見都沒有... 個蓋子這樣 對... 那...我看看找不找到一些蓋子 幫他蓋回去吧 對... 免得... 啊... 這些骨頭這樣... 被風吹雨打 這樣啦 那就... 證實了啦 這一個是裝骨頭的 那...就可能在山上滾了下來 這樣打開了自己 那... 那麼多年都沒有人理過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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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頭骨那些... 被我的腳踩過啊 踩爆了啊 那...都不出奇啊 那... 那... 今天... 就是這樣 那... 都算一個發現啦 第一次啊... 趁身見到人的骨頭在我眼前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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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個位置啊 那...大家... 見到的... 來到的... 不要... 拿走啊 取走任何的... 仙人... 骨頭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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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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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誓者安息 我做到的事情都是這麽多 那其實 怎樣都好啦 那就並不會風吹在雨打了 希望不要介意,有事的話 你幫忙給我 那我再幫你教一教他 如果有什麼不滿 那部門給我盡力的 幫到手的 幫到的 我會教教他 那今天的最大的得著是 第一次見到 人的骨頭 那裏面 都證明這麽多年都 未化了 那其實 眼見這個所謂的 後記 這個當是再後記 那這個墳場的面積並不大 但是有很多 很多地方是 需要人去 再去 爆林看一看 會不會還有些特別的墓碑 並沒有發覺 因為 這裏 大家都見到 這麽荒蕪之餘 還有蛇有東西 就自己一個 被蛇咬到 救命 方圓十里都不會有人來 聽到 一個人 今天我來的 一個人都見不到 蛇又見到一條 還要很長的 那 真是出事的 有機會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人救到 蛇 最近獅子山都 發生了幾宗 蛇 一個人行山 又死了 那其實這些更加 是冷門的地方 掉死了更加是 沒有人 看到的 那其實這裏都有一個 那剛才都走過另一個 那邊 那就 相信是 以前的鳥屋區 那其實那邊都是一定的 危險性 因為都有 那些 山泥傾捨 都是不正常的路段 那就 希望如果 有人上來的時候 都 結伴會好一點點 這裏是另一條 山路上去 旁邊都是 並不是 墳場的一部分 那就走出路 給大家看看 第一次 本人第一次 看到 人的骨頭 在野外 那些什麼鬼 人體奧妙展 那些 不算 什麼 巴黎那個 地下 公眾墳場 那些不算 在野外 看到 親手可以 如果有機會 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以觸摸到 都是一個地方 剛才 我第一次看到 那 門口就是這樣的 今天有個牌 寫完 說 已經傳有 墳墓登記冊裡面 那就可以聯絡墳場 剛才那個叫金塔 不好意思 因為 看到都覺得 比較特別 所以一時 嗯 說錯了 骨灰瓶 那些 不是 這叫金塔 不好意思 剛才跟著這裏 那 都是沿著這個地方 這樣去 這裡 這裡 那就 沒有特別 下面都是 類似 寮屋 居住的痕跡 沒什麼特別 好啦 這樣就 真是 嗯 今集的時間 是這麼多 下次再看看 會不會有特別的東西 好啦 拜拜